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摆好了吗 天哪 这个难度迅速太大了 我真的不感动它 如何才能养娃宠妻两不悟 那这个时候再来点甜言蜜语够不够 好像还不够 家屋式的主人今天为您解答 幸福生活从哪里开始 家屋式的主人不见不散 关注家屋式的主人 微信公众号 进群互动就有机会获得 专家嘉宾 一对一的专属回答 有惊喜福利 关注家屋式的主人抖音 专家达人随时陪伴 更有惊喜福利 等你拿哦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 开带及时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泰水槽洗碗机 幸福呈现 你家水槽该换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首档 专门为8090后的 新一代妈妈打造的 品质生活指南节目 家屋式的主人 我是小亚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四的傍晚 和我们相约在这里 关注家屋式的主人的微信 就有机会进群 和我们的各位专家 达人线上互动 一对一的辅导 等待着大家 那今天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 我们度一无二的卢小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在育儿路上 不断地总结经验 不断地升级打怪的 潮满小玉 哈喽 哇 小玉 你真的是先行者 你知道吗 就你每次分享的东西 我都觉得天哪 当了妈妈之后 就变成了无敌超人的感觉 是 而且有很多我们觉得 以前传下来的传统经验 可能和现在的新式武器 已经不匹配了 我们用新式武器 在育儿的路上 可以避免好多的坑 对 你的武器包括这个吗 哎呦 这个已经太弱了 这个已经太弱了 对 因为它根本 不只是这一些些 作为妈妈 作为爸爸 要吸收的新的东西 太多 太多了 而且从宝宝在肚子里的第一分钟起 已经要学习 我怎么隔着肚皮来保护它 孕育它 让它从第一分钟开始就健健康康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最近真的是被我们那微信群里的一些妈妈们 给问懵了 我觉得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 但是 它们的很多问题 我真的是还是回答不了 但其实这本书 能用到的知识只是部分 而且不是手学 里面有很多都是说断拿什么 对于在孕育中的妈妈 产期的妈妈 也用不到太多 对 那我就这个就不用看了吗 也要看 因为防患于未然 尤其一定要提前备的 在你的备孕期 有些妈妈已经开始学习孕期的知识 甚至学到了断卖的知识 我想起来了 就是我们那个官方有好几个群 然后有一个叫做灵灵的妈妈 他就给我们发了一个购物清单 简直把我们都吓到了 给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你看 他要给他的宝宝买个盆 就要买六个 洗脸盆 洗屁盆 洗脚盆 折叠盆 洗澡盆 感温 其实这几个盆 有三个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但前面几个都是必要要分开的 因为宝宝的身体 很多军群还没有适应好 所以他的屁屁其实是非常细嫩的 你不能把洗脚的洗脸的和屁屁的都混在一起 这是要分开 但是洗澡的话 像感温盆 折叠盆和洗澡盆 有时候都是用来洗澡的 那只要买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断位的差别 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好多好东西 你看通过反馈 我们也得出了一份妈妈们最喜爱的这个东西的排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那就是 母乳未养神器 这一期真的是超值得分享 尤其是新手妈妈一定要回看回看再回看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到底分享了哪些母乳未养神器 我推荐的这个呢 其实非常的常规化 但是我觉得它常规 但是又非常的重要 必用 必备 对 是必备的 就是这个吸奶器 因为解决了你要喂夜奶的问题 然后解决了你有的时候要出差的问题 而且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其实这个奶瓶 其实你可以安上那个奶嘴 直接就可以喂给宝宝了 就是特别最新鲜的 或者说很多妈妈可能她是在外面 或者说她是提前拿出来储存 就会用到我身边的这个储奶袋 然后呢上面是可以写日期 比如说我是今天九月几号 十月几号 然后几点 然后差不多 然后吸出来的 因为宝宝其实她喝奶的量是要 要记录的 家长要掌握的 也要记录的 比如说150 然后好多好多袋 然后给她放到冰箱里 然后冷冻 你不是说话我马上要去吸奶了 冷冻或者是冷藏 然后当她要喝的时候呢 你就拿出来 就会用到我今天要推荐的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温奶器 然后你可以把奶瓶 或者说这个袋子 其实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它就会加温到一个合适的 温热的 像接近于这个母体出来的 这个奶的温度 然后给宝宝喝 咱们在取奶的时候 取奶的时候 一定要用刚才我们看到的 一次性的除奶袋 如果是除奶瓶的话 一定要高温消毒 我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对 母乳的营养有所缺失 然后会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 就没有自己产出来的奶那么新鲜了 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其实只要关注两点 那我们的温奶器 还是可以很好的用的 第一个就是温度 我们刚刚提到的温度 它的温度在40度以内 就是36到40度之内 其实呢 它就对母乳中间的成分 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存放时间 像咱们室温 也就是20到30度的室温 其实是可以放4个小时的 如果释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冰箱如果长开的话 只能放一天 如果冰箱不长开可以放两天 对 在冷冻的时候 咱们的冷冻是零下5度到零下15度的时候 是可以放3到6个月的 那如果冰箱是零下20度 然后又不经常开的状态 它其实可以放6到12个月 然后呢 从冷冻层把咱们的母乳拿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放到冷藏层 先冷藏 冷藏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 这一次冷冻的奶用完之后 就不要再冷冻了 就不要再次这样 对 再次冷冻 加热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把它整个储藏袋和储藏瓶 一倒地加热 加热之后再倒入奶瓶中间 让宝宝来喝 其实这样是最安全的 好 明白了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是说我们把握好 您刚刚说的几点 其实这两个还是非常实用的 对的 然后也是我觉得 母乳未养的必备之物 好 接下来谁跟我们分享呢 我先吧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我的宝宝就比较作 它半夜喝奶就经常会奶睡 然后呢我经常要抱它 哄它 然后虽然说抱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摇篮抱 橄榄抱 但是呢其实我的右手臂已经 就是我先去电影家 他们说我已经受限了 我的手已经不是很抬得起来了 所以呢我就有了这个东西 它最重要的一点的是 首先你要像救生圈一样 把自己绑上 对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左边或者右边 跟进自己的手的位置 你再把你的宝宝放在这个位置 它基本上呢就是可以 躺在这里 不用说你这样子 一直把它凌空这样子抱着 尤其是晚上你会很困 还有一个别用 就是你如果说 不是抱抱抱会腰很疼吗 其实你可以放在后面 福利自己 还是不忘自己来 这个真的特别好用 而且你知道还有那什么妙用吗 我们家小朋友后来长大 就是稍微没有母乳喂养了以后 九个月以后 他就坐在地毯上 我就会给他围在这儿 他就很有安全感 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儿玩他的东西 然后你又不担心他 会歪倒 会摔到脑袋什么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必备 一目三用 一目三用 我觉得想进分享的这个特别好 然后这个枕头我就一直舍不得扔 因为我觉得那上面有很多 我跟他难忘的回忆 舍不得扔掉 接下来该是谁 Fiki吧 我 因为刚才我说到了 吸奶器可能吸了我们的乳头会很疼 包括宝宝长了乳牙之后 他真的会去用力咬你 真的 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神器 它叫乳头保护器 我们在喂宝宝的时候呢 它可以套在妈妈的乳头上 然后它再去吸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还有一种羊脂膏 就是你在 是的 紫色那个 对 抹一抹就可以舒服很多 那除此之外 我们喂了保护乳头的形状 在喂完奶之后可以给它定一个形 然后给你一个定型 那我这个才神奇的 就是奶量惊人怎样维持的 这样子就可以敷着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呢是一个高分子的保温材料 像日常很多MamaBurn奶结会用热毛巾敷 但热毛巾三到五分钟就凉掉了 你要不停地换 而且热毛巾它会有菌 对 所以像这种现在是直接放在盐袋上面 它就加热的 那个是盐袋 平时还可以加热之后放一个药包 哇 这药包是一次性的吗 一次性的 加热因子弄好之后 然后把这个酱放在上面 就一直恒温的保热 真好 然后像Mama有些时候奶胀的那种疼痛 然后也是可以用冰敷来缓解的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开代忌食的魅力厨房新米粥 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炭水槽洗碗机幸福呈现 你家水槽该花咯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探班幕后专访 抢先看 哇 这些神器分享的都超棒的 除奶蛋呢可以让我们新手妈妈们 在忙的时候也可以放心宝宝有奶喝 那母乳枕呢真的是让新手妈妈们喂养更加轻松 对 但是乳头保护神器呢更加是让新手妈妈们早期的哺乳时候 可以减轻很多疼痛 对 那这些东西如果新手爸妈们提前买好之后呢 真的是超级超级有用 对 可以自己添加了购物车以后让老公帮你忙 真的是 宝爸爸真的是应该先要体会一下妈妈的痛楚 然后帮他减轻痛苦 是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最喜欢的第二种是什么呢 是什么 哇 宝宝洗衣神器 究竟有哪些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宝宝在洗澡的前期呢最好都是用浴盆的 选择一个好的浴盆呢真的可以让爸爸妈妈们轻松不少 但是你们知道选择浴盆很讲究 那其实在这边呢有几个浴盆还有洗浴的用品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危险 因为我儿子在他里面玩海洋球的时候可能他有可能就是体重太重 他会 翻掉 对 而且他控制不住平衡在里面也不知道怎么做怎么站他有可能都会摔到 还是有一些危险性我感觉 接个谜好不好 好 那这里的三款宝宝洗澡专用的里面到底谁会存在安全隐患呢 首先首先就要说到这张意思了 宝宝浴椅 其实很多小月龄的爸爸妈妈应该都有 对不对 就是把它直接架在我们这个浴盆里面上面这么一罐 把宝宝放在里面 然后好了 就不用管了 很放心 对啊 待会儿掐好一个闹钟 十分钟以后我来看他就可以了 就走开了 所以这个宝宝浴椅 它最大的安全隐患不在浴椅本身 而是在于爸爸妈妈们 他们因为有了这个浴椅之后 可能就会减轻自己对宝宝的一个安全意识 那第二个就要说到真的是这个冲气浴缸了 这哪是浴缸 就是因为平时我们就夏天让宝宝玩水啊 有玩吊小鱼啊 它是个泳池 对 还有放一些海洋球啊可以玩的 所以这个冲气浴缸呢 虽然在日常我们很方便 节省空间 放了气就可以堆在旁边了 但是呢绝对不推荐 用来洗澡 因为使用的时候很要注意 它容易积累灰尘 勾缝又特别的多 所以常年累月 这细菌已经不用说了 又是这种泡澡池型的 你说宝宝在里面泡着一缸的细菌 多开心跟细菌一起玩 那而且这种冲气浴缸 因为它本身轻 所以宝宝只要趴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 你想这样一趴就容易翻了 那先不说这些水怎么办 你说这样一个浴缸带着水 把小孩压在底下 这是多危险的事情 对 它粒子本来就是小 小的宝宝 然后它又说不出来 对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推荐到 真的在这三款里 唯一一款最好的 然后也是现在针对小户型 非常推荐的 像我们早期因为我是22个月宝宝 两年前买的还没有这样子的伸缩盘 现在就已经有伸缩 这是伸缩的 对 我来翻过来伸缩一下给大家 开始就可以了 直接按一下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这个就可以 对 它是有安全扣的 是按进去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对 所以在我家也不占位置 然后在我们要使用的时候 就要把它架起来之后 而且也不麻烦 一伸一缩就可以了 很方便 一压 就可以了 它很轻松 那接下来它还有一个可拆卸的浴网 它所到的作用 就跟我们那个浴椅是差不多 保持宝宝头部在水椅上的位置了 但是感觉它更贴合宝宝的身形 它不会像这种很硬 像宝宝这样的 就可以保持着头部在水上 但同时下半身又在水下的时候 我们就方便帮它洗 但还有一点大家要很注意 不要买太便宜的杂牌 因为我们对宝宝使用的产品要讲究 环保材质 之前我没有说到什么 只要在有粘合的东西都容易有甲醛 因为它粘合级都是含有甲醛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环保材质 里面就不含有这样子一些伤到宝宝的成分 我们今天不是聊到了孩子洗澡 但最麻烦的一步不是洗澡 是洗他的头 我今天给新手爸妈推荐两个神器 第一个就是洗头的时候 防止浸到眼睛里面的水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遮挡 它就像一个小帽子一样 很方便 晓鸭哥你帮我把它给戴上就可以了 这样打开 对 直接卡在他头发以下的位置 这样 对 然后如果平常我们单独给宝宝洗头的时候 它可能水会直接顺着这个脸流下来 那如果有一个这种挡板的话 那我们再来试一试 可能水就不会那么容易流下来了 可以看到它的水就会顺着这个帽颜 慢慢地往下流 它避免了流到面部还有耳朵 包括耳阔如果进水了 那就非常的危险 像这个帽子 如果我们洗澡不用它 我们出门在外 有阳光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当作一个太阳帽 可以做一个遮挡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当它在剪头发的时候 很多碎头发是不是进到眼睛嘴巴 还都会很难受 也可以用这个 对 可以给它挡住 然后你在上面给它修剪它的头发 就完全不用担心 会进到耳朵 嘴巴 眼睛里面了 所以它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羽毛 非常地实用 如何才能养娃宠妻两不悟 那这个时候再来一点甜言蜜语 够不够 好像还不够 这个选洗澡棚 对我们自己带宝宝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重要 真的是自己一手一脚摸索出来的 那Kiki分享那个洗头神器 我们家宝宝现在还在用 买了一个 是吗 那个小屋檐 那宝宝现在洗头的时候 其实挣扎就要少了很多 大家会很喜欢 她在那边觉得是下雨了 对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下雨了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些 我们用过的东西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真的是 对吧 然后不要买那些有的没的 用那些最管用的 其实也是一种节约 这叫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一针见血的买到位 对 保障用在刀刃上 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妈妈们 最喜欢的是什么 这个宝宝的腐蚀神器 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看 小屋的分享了 因为宝宝吃实在是太重要了 为什么刚才我们第一位 是宝宝的哺乳神器 因为宝宝一出肚子的时候 先要喝奶 对 新手妈妈们 其实最手忙脚乱的时期了 是的 那到了宝宝六个月以上了 开始吃腐蚀的时候 那很多腐蚀的神器 可以减少我们宝宝 在吃饭的时候 还会经历的危险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给宝宝做腐蚀 可以买一些什么样有用的器具 天气越发的凉了 和饭渣宝宝的战斗 是让妈妈越来越心惊 因为时间越久 我们的饭就越来越凉 然后宝宝吃了冷饭之后 这肠胃不好不说 这吸收也会不好 所以今天小玉带来的神器 就可以解决饭渣宝宝 在越来越凉的天气里面 怎样保持 我们的饭饭永远是热的 那首先来看看这一款 注水保温的小碗吧 好 那这当周的内胆呢 是304不锈钢 你看这里都有一个标 它可以保证 宝宝食用安全 而且呢 导热速度又非常的好 可以保证里面的食材 一直温度满满 那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注水口 这边就是用来灌热水的了 灌上热水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密封盖盖上 好 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里面的热水 会倒出来烫到宝宝哦 非常的放心 那在这边呢 它还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垫子 上面都有一个弧度 为什么呢 在光滑的宝宝就餐桌 就餐板上面 我们可以很好的固定上这个小碗 让宝宝再捣蛋 再皮都不会把它拔下来 然而呢 在这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拉帕 只要直接拉这个拉帕 又直接可以把它掀下来 真的是 我觉得这里面黑科技成分满满哦 这个碗呢 还可以做外带辅食用 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个密封圈 所以日常带宝宝出行的时候 给宝宝单独做的辅食 也可以完全放在里面 保证了成人餐具和宝宝餐具 完全分离的概念 那接下来要带的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辅食碗了 因为在外面我们有时候 可能很难把我们的食材变小 所以呢 有这样一个便携的辅食碗 以及它配合的一个研磨器 例如我们在外面 买了小鸡蛋给宝宝吃的时候 用上我们这个研磨器 直接按压 就可以把我们的食材变成小碎 然后喂给小月铃的腐蚀宝宝们 进行进食 来看 这里面的腐蚀是不是变得又细又小 宝宝直接可以用来食用了 而且还不用让妈妈在那边 亲吻病的交叉感染 什么嘴巴咬碎啊 再喂给他了 而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手柄 让宝宝自己把着 学着自己慢慢地进食 哇 真的 有没有发觉有了这两个神器之后 饭渣宝宝的吃饭问题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首先来看看 这个饭团神器怎么使用吧 那在这边呢是准备好了 刚刚蒸煮热锅出来的饭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拌饭海苔 我们可以先倒一些拌饭海苔 到这个米饭里面 小饭抓握一些出来 哇 是不是很简单 因为它正好是你一握的一个大小 装进去 接下来时间 小摇摇摇摇摇摇 哇 成型的饭团完成了 让我现在把这边的胡萝卜 再用我们的模具神器 切出更加有意思的形状 那这边呢大家可以直接 测切胡萝卜 这样有更大的一个面积 可以让宝宝来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看 这里有一颗小小的圣诞树模具 好 再看看还有什么 来一颗小爱心 妈妈的爱心 再把我们刚才的饭团直接放上 哇 面对那么可爱的一个美食 相信宝宝的厌食 偏食 样样都已经解决了 它一定会爱上这么有趣的一个制作过程 以及跟你一起享用这美味的过程了 所以买东西也是个学问 很多东西是常规的必备的 但是也有很多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你通过看我们的节目之后 知道了 然后提前购买了 就一定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新手爸妈 省心省力更舒服 是的 其实不单单是买买买 新手爸妈们也要提前学一些技能 像喂奶的姿势 还有抱宝宝的姿势 这都是要提前学的 对于一些新手爸妈来说 有些技能的确是需要提前学习的 是的 不打无准备之战 对吧 那今天我们就挑选了一些 树洞当中提出的 关于新手爸妈必备技能的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条 每次给宝宝洗澡都心惊胆战 生怕会把宝宝的骨头给洗断了 有没有简易操作的 能够给宝宝洗澡的姿势可以学习呢 看来这个宝宝是新生儿 因为新生儿的时候 爸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在 因为骨头软嘛 对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尤其前三个月 骨头是非常柔软的 新手爸妈在给宝宝洗澡的时候 不能乱洗 所以一定要提前学一下 如何给宝宝洗澡 非常必要 在我们节目里有 我记得咱们节目当中 教给大家了这个正确的洗澡姿势 是 对吧 那期我真的觉得是 我才知道原来翻身都这么难 对 要让它慢慢地趴到你的身上 像一只小青蛙一样 两只脚这样子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如何给宝宝洗澡 其实就是给宝宝洗澡的时候 一个是安全性 另外一个就是卫生 因为宝宝小的时候 他的身体特别软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手 拖在他的背和脊椎这一块 然后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其实还好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水里去 但是如果是冬天的话 就一定要拿毛巾 先裹着他的身子 然后用我们的 这是湿的毛巾 用得润一点 然后把水弄干之后 从内眼瞼开始擦 擦出他的五官上面 然后再说外部的轮廓 这样洗好了之后 就是脸就洗好了 然后接下来洗头 这时候也是用另外一个毛巾 去轻轻地洗 洗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边耳朵可以用我们的大拇指 轻轻地把它稍微翻过来一下 对 防止那个水进到他的耳朵里 那这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无明纸 也是轻轻地压一下 就这样从下往上 这个时候如果有宝宝专用的洗发水 咱们可以给它洗一洗 这个的话可以每两到三周一次就好了 洗好之后立马这个时候 就是要拿个干的毛巾 就是擦干 擦干净之后 咱们再来洗上半身 这个时候对 就把宝宝 那个包裹的包裹的这些毛巾 都取下来之后呢 咱们就放到盆里去 可以用手 或者它的上半身这个样子 然后呢洗宝宝的 就是双下 对 因为宝宝胖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褶皱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腋下呀 那些褶皱的地方 从上往下去干 然后洗 洗好了之后 才是咱们的下半身 尤其要注意一些就是腹骨勾 还有咱们的大腿 然后接下来呢 洗背部 洗背部的话就是要把宝宝翻过来 这个过程特别的难 把宝宝翻过来的时候 这个手 拖着宝宝的下巴 这样子 把它 一整个 天啊 这个难度迅速太大了 我真的不敢动它 它本身就很小 一定是手要拖着它的下巴 它是一个持平的 然后慢慢的 你或者可以这个样子翻 然后快速地把它的背部洗干净 然后这样子 其实很多种方式 观念就是要看宝宝怎么样能接受 你怎么样给把它洗干净 然后顺序就是这个样子 明白了 你看乍一看是不是也没那么难 对吧 但是做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还是要练习的 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系统化 因为你不会刚开始的时候 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什么 那看我们节目帮你完全一步步整理下来 你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没错 但是冬天来了的时候呢 宝爸宝妈们 给宝宝洗澡 又要注意保暖了 那这时候我们选用什么样的东西 比较好呢 暖风机 暖风机其实不建议 因为暖风机 它在吹动的时候 有时候会带起灰尘 对 吸入宝宝体内对宝宝身体也不好 那玉霸 玉霸就好了吧 尤其是小月灵的宝宝 仰头洗澡的这些宝宝们 是绝对不能用玉霸 因为她的眼睛是完全对着天空的 那个玉霸直接刺伤她的眼睛 玉霸不行的话 小太阳总行了吧 它不是在上面的 哎 热辐射啊 无论是热辐射 还是热风源里的小太阳 都是不安全的选择 所以其实最好的你猜是什么 我给大家说了三个 完全不好用的东西 你平时取暖会用什么 空调啊 对啊 就是空调啊 给孩子也弄空调 给宝宝洗澡的时候 我们又不是在厕所里的淋浴 一定要在厕所的浴缸里 宝宝永远都有自己的 一个小小塑料洗澡盆啊 无论是折叠的还是固定盘 对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 直接开空调 然后把室温调到26到28度 非常温暖的时候 再给宝宝进行洗澡 那如果觉得空调房间比较干燥 也可以放一个空气净化器 或者加湿器 像现在爸爸妈妈都会买一个 小的表盘 上面既有室温又有湿度 这是生了宝宝之后 必备的一个 测自己家里环境的东西 陆小玉 不愧是我们家屋室 最全能的版本 太厉害了 那还有呢 冬天来了 宝宝的皮肤也容易干燥 所以洗澡护肤的步骤 按摩的手法也超级重要 想起来了 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当中 就教给过大家 就是给宝宝洗澡的步骤 包括后面的按摩护肤的 一些手法 对吧 我们一起来回补一下 第一个事情是 先把自己的手检查一下 戒指来摘掉 手上的毛刺要清理掉 然后呢 记得把它搓得暖和一点 这个时候呢 咱们可以 就是让宝宝亲肉躺在那里 然后你跟他讲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宝宝 咱们要来辅助啦 然后这个时候呢 在手上涂上一些婴儿油 或者是润肤露都是可以的 搓热了之后呢 从宝宝的躯干开始 轻轻地往下 可以是捏 也可以 对 也可以是搓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轻轻地 对 摸它的后背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让它的腿 这样小一点的话 做被动操的时候 是会有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大了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 来用手去捏它 其实这个过程 花的时间不多 最重要的两个要点 一个就是动作轻柔 另外一个就是 你和它之间的一个情感互动 这么看来 我觉得我以后 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是 因为我要做学霸嘛 学霸 来看我们的第二条石头 我老婆刚刚生完宝宝 胃口不太好用 有没有一些简单 容易操作 又比较好吃的食物 可以教教我 我好想哄哄我的老婆 哎呦 刚生完的妈妈 尤其月子里的时候 我说过嘛 我整个月子餐 都是多痛苦 没有味道 但是又是各种的高含量 什么猪 都有提烫汤 对不对 乌骨鸡汤啊 什么 鱼汤 对 鱼汤 胃口不会是很好的 因为又没有味道 那加上他们都是出为人母 生活压力 尤其晚上还睡不好觉 绝对给他们超大的 几座大山 所以宝伴们一定要学习一下 怎么哄媳妇这个技能 来吧 哄媳妇 这种书就不太管用了 对 这样啊 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 曾经就教给过大家 如何用一道猪肚汤火锅 来慰劳一下我们的亲爱的 可爱的媳妇们 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好 DK我们开始了 准备了这么多好东西 对 看起来很多 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对 所以我在解决宝妈们不能吃清淡 这个方面我是下了很多的心的 像我们这些党参啊红枣 都是可以补气血的 那我们就来开始吧 好 先把锅给打开 好 先用油 因为我们要让猪肚更入味 所以呢 要等这个油锅热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葱姜蒜炸一下 让香味更硬 哇 听到嘖嘖嘖的声音了吗 那是幸福的味道 哈哈哈哈 先花椒 八角 这个葱姜蒜炸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今天的重磅 猪猪肚炸下去了 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到香味 已经饿了 饿了 嗯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党参加进去了 这个是可以补气血的 包括一些枸杞啊 都是可以补气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适量的清水 然后凉水下锅是吧 哦 哇 味道出来了 感觉很像在扮演仙气 哈哈 那它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 有有有有 我们用刀 然后把豆腐处理一下 嗯 而且豆腐本身就很清淡 吃起来也没有负担 嗯 哇 好香哦 在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白胡椒了 哦 为什么没有选黑胡椒呢 因为黑胡椒太刺激了 白胡椒更加温和一些 哇 肯定很好吃 然后你可以放其他的菜 这样让你的营养更加均衡 你可以煮藕片啊 煮豆片啊 然后这个菌类什么的 香菇也可以提鲜哦 哇 在它咕噜咕噜的时候呢 差不多就已经快要煮熟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加入今天的重磅 牛奶 因为是奶香 对 奶香还可以帮助妈妈下奶哦 哇 牛奶和猪肚耶 哇 我觉得好苦啊 甜咸香状其实非常好吃的 等待15分钟 让它咕噜起来 我们就可以吃了 好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关火了 好 怎么样 学会了吗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是 只是会煮一个猪肚汤 给你肯定不满足 那是肯定 对吧 那这个时候再来一点甜言蜜语 够不够 嗯 好像还不够 对 知道不够就对了 嗯 这个时候还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技巧 才能哄好你的老婆 因为其实妈妈们最需要的 不是你只会在那边哄我开心 或是希望我在哄宝宝开心的时候 你也能哄他开心 对 是的 对 所以不要单单只顾我的胃 作为爸爸也要把我宝宝的胃固好 不要只有我一个人在给宝宝做腐蚀 给宝宝做菜 爸爸你要好好学一下厨艺好不好 好 给宝宝做一顿好腐蚀 精进一下 我们来学一学怎么做腐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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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很重要了 是的 但是你看一下很多食物 比如说胡萝卜 哦 对 它就是很好的腐蚀的材料 又特有营养 是的 嗯 但是很多宝宝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 对啊 对吧 所以怎样让他们欣欣然可以接受 对啊 这个时候就很考验我们的制作的方法 是的 那当然我们宝宝的食量也都非常小 而且喂食呢又比较频繁 尤其我们带宝宝出去的时候 他不能吃正常的食物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些腐蚀 直接储存好 带出去 备着食客可以喂给他吃 嗯 那正确的腐蚀储存方法 这时候就显然非常重要了 哎 怎么样储存宝宝的腐蚀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家家户户都有的这个冰格 是不是 这个冰格呢 我们一般是夏天用来制冰的 它每一个小方块的含量大概是三十毫升 那这样其实我们每次用它来储存宝宝的腐蚀的话 就取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量的控制 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 你做好的这个腐蚀泥 就这样把它填满就好了 你可以多打一点 然后不同口味的 然后把它冻在不同的这个冰格里面 冷冻起来呢 它就保存的时间更长 也会让它的营养不至于流失 或者细菌的污染 这样就OK了 然后家里面的很多制冰格 它是没有这种盖子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保鲜膜把它给盖一层 然后再把这个盖子再把它盖上 这样就双保险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那基本上保存一个月的时间都是OK的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做好的 你看它就可以取出来一块一块的 当你要给宝宝吃的时候 不要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 你可以在常温里面让它化开了之后 然后隔水蒸它 然后让它加热了以后再给宝宝吃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了 其实是新手爸妈第一次做爸妈 是的 所以要学的东西有很多很多 是的 但是我们愿意陪伴着大家一起成长 这是我们的荣幸 那今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新手爸妈 需要买什么东西 需要学什么技能 也希望各位新手爸妈们都能学会 谁都是第一次当爸妈妈 也每个宝宝都是第一次做宝宝 所以也是祝福各位宝妈们 可以跟你们的宝宝相处得轻松愉快健康 想品质生活做精致女人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有自己的困惑或者是问题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 微信公众账号和微信小程序 搜索添加家屋市的主人 和我们进行线上的互动 关注家屋市主人的微信呢 也有机会进群和我们的 各位专家达人线上互动 有很多福利在等着大家 最后锁定江苏卫视周一到周四的傍晚 让我们在家务市的主人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安全放心无添加的 我们的自制的唇膏 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啦 家务市的主人 下期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